仁德佳了道下 住家門口堆滿泡水家具和雜物 凌亂不開 有桌子 有椅子 甚至還有冰箱 住家內的沙發全都用桌子墊高 床墊整個泡水報銷 不能用 損失慘重 廚房因為剛剛 當時水全部沖進來之後 廚房現在是來不及清理 地上都是爛泥巴還有一堆垃圾 那根據住戶表示 這樣的情況 可能他們花上一個月 都會清理不乾淨 住家拿著水桶忙進忙出 拼命清掃家裡 來不及搶救的家具全都泡湯 都是補起來的狀況 也是沒辦法 還是要先整理 住家表示 從八八水災以來 每逢大雨避淹水相當頭痛 目前損失難以估計 而另一桶不只家裡淹水 愛車也泡水拋錨 泡水的百萬轎車被拖掉車給拖走 大水全灌進車內 光是拖掉就花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他沒辦法退空檔 所以必須輔助輪上車 而且一下子那邊角路又不好 車主抱怨這裡連續淹了三年 就是淹怕了才買二手車 沒想到這次大雨來襲 還是難逃水災 實在傷腦筋 記者綜合報導